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8月7日 已經是星期一了 由於我們現在連後備頻道 也沒有盈利 所以我們兩個頻道一起出 現在只能夠 我們也盡量在想方法 不過 現在只剩下一個方法 就是Patreon 所以如果大家方便的 經濟許可的 就希望大家訂閱我們的Patreon 支持我們 這個這個月真的很難捱 因為所有的收入全部斷了 連後備少少 三分一 四分一 都沒有 現在全都沒有了 所以 都頗難 有時候 做節目錄得好像也 化了 因為每天都要做 沒價放 我跟Johnny說不如這樣吧 趁機會放下價吧 現在 其實 價也沒有話放 因為很多時候 消息 每天都是在更新的 如果不更新的 如果不更新的 如果不繼續做 可能會脫節 所以我們盡量 也是做 可能 本來我想做少一節 但是Patreon 也不可以說 不做 因為 既然 那麼多朋友在Patreon支持我們 我們 每天 本身做五節公開 現在是四節公開 就一節Patreon 這個月可能 或者再減少 或者三節公開 一節Patreon 或者兩節Patreon 或者兩節Patreon 接下來的 這個月的策略 暫時就是這樣 希望 熬過這個難關 這一節 想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大陸的水災 我們看到大陸水災 也有一則新聞 說日本 因為山泥傾瀉 所以 日本有一個議員 65歲的 赤池新宴 他逐家逐戶拍門 通知居民離開要避難 結果不幸運 遇到山泥傾瀉 被活埋 這個 可以說是 以往 中國人民一直都期望 他們出現的父母官 愛民如子的父母官 但是 這些官 現在 在中華大地 是不會有的 這些官 只會在日本 才有機會見得到的 很多人說 你要看唐宋 去日本 看明清 就去南韓 南韓可以看明朝 你要看唐宋的 就要是日本才能看得到的 其實早前我去了大阪 順便去京都 去了金國寺 金國寺真的很漂亮 不過當然地方不是很大 紙其實很小 走一個圈 很快就走光了 不過他真的保留唐宋的風味 所以 真的要看唐宋 現在好像只剩下日本 其實不是想說日本的 不過我們有感而發 我們看到中國 發生那麼多天災 發生那麼多人禍 如果多幾個這些父母官 如果中國也有 父母官的存在 真真正正覺得 人民 這個還不是市長院長 這個是議員 他也 黑盡己責 這些 其實真的只有日本 我相信 就算台灣也未必有 南韓也未必有 日本人可以做得到這些事情 其實現在的漢人是做不到的 我們的水災那麼嚴重 當然很多人就覺得 很多企業出來募捐 不只是企業 連明星 也有很多出來募捐 而明星 有一大群明星就是捐了錢 認捐了 很多人就問 中國的明星認捐 香港的 香港的明星在哪裏 我們就搜集了一些資料 這些資料 就是現在的明星 捐款的一覽表 這個名單 截至8月4日 黃曉明 捐100萬 吳京100萬 TFboy 這個組合 捐300萬 時代少年團 捐200萬 張傑 謝娜 策帼 Short 李鋒150萬 趙麗経100萬 鄒雲鵬100萬 張宇義100萬 劉圖100萬 趙麗絨100萬 還有兩個股票 一個趙麗絨一個 一個Icon 然後 關晓彤100萬 假瓴 100萬 銅麗威 100萬 高曉松100萬 各琴倫 逢兆峰100萬 李彥彬100萬 大部分的藝人 在大陸的當務藝人 都捐了100萬 那麼香港的藝人 去了哪裡 香港的名人 宣稱 愛國愛港 一向都說 罵別人廢青 那麼這班人 其實都去了哪裡呢 包括阿叻 譚校長 曾志偉 成龍 黃晶 高志森 黃百明等等 現在很多 網民 尋找他們的下落 究竟這班人 你們捐多少錢 那麼是不是 不愛國了 還是怎樣呢 你們想不想搞一次 好像當年的 民主歌聲獻中華 還是華東水災籌款晚會呢 幫中國 祖國 這些受災的人民籌款 是不是這樣呢 當然 現在知道 其實籌款也是穩困的 籌款也是穩困的 有沒有機會捐到這些人身上呢 我覺得未必可以 另外一個名單還有 捐50萬而已 說這些很孤寒 謝藍50萬 林志玲50萬 張天蓋30萬 朱一龍30萬 張天蓋也在大陸賺錢 真的不知道 朱一龍是什麼都不知道 始終大陸明星我們不熟 不要緊 我們看到其實 現在還有一些明星 他們知道 不行了 因為 實際上 你真實捐錢 沒有用的 他們繞過了一些捐款平台 當然那一百萬不捐不行了 他們 有些明星 例如趙麗榮icon 捐了大量的麵包 這個 泡麵 礦泉水 衛生棉等 由他親表弟親自押送到村裡 連村的人看到 居然說 還有那麼多 王保強也一樣 他也親自出馬 帶著車隊運送物資到災區 他說兩天都沒有睡覺了 然後這個賈奶糧的icon 也很勞力 向捐 這個災區 捐了6萬斤的大米 以及6500星的食用油 給災區 只有米 也沒有肉 也沒有菜 可能也沒有 沒關係 吃白飯 起碼 吃得飽了 原來很多明星 他們知道 不能捐錢給中國 因為 捐錢給中國 意味著 錢就會被貪官貪掉了 所以 他們寧願親自買物資 去到災區 現場派發 這個也算是好人好事 那麼我們香港明星在哪裏呢 你有沒有看到剛才所說的 阿聰呀 智慧呀 阿倫呀 還有剛才中鎮圖 梁家輝呀 你很愛國愛港那些 是不是 然後 然後 逢是一說到香港問題 那些人就咬牙切齒 很多人回到大陸找吃的那些明星 喂 你們 究竟甚麼時候 出來 這個叫做震災呢 何家敬在大陸開餐廳 一說到 人家西餐就說到咬牙切齒 這些傢伙不懂得吃 不要緊 你甚麼時候去震災呢 你甚麼時候去震災呢 然後肥媽那些 肥媽很愛國的 為甚麼 香港的藝人 王八明 找你很多錢 王晶 你很多錢 其實還有很多高智深的人 你們在大陸賺那麼多錢 拍那麼多電影 你們應該好像大陸明星一樣 親自帶隊 親自把文資運到災區派給那些災民 這樣才是老的嘛 你們在吃 你們沒有理由不在幫助那些災民 要測試他們的愛國心 這個是黨對他們的考驗 黨特意甚麼都不做 看看你們做了多少事 是不是 這句 真的要拿出甘奶迪的說話 不要問國家可以為你們做些甚麼 反過來 你可以為國家做些甚麼 平時賺國家那麼多錢 開口就愛國愛港 實際上是愛共產黨 現在黨交了任務給你們 你們有沒有去振載 有沒有拿錢出來去派 所以 這次我們作為這個 香港的網友 記得 要找他們 Facebook、IG、不同的社交媒體 問問他們 你們捐了沒有 你們有沒有帶隊去捐助 你們有沒有為祖國 出一番力 逐個逐個問 一個也不要問 究竟你們在哪裏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裏 網友記得要用實際行動 去問究竟是真還是假 你們是真愛國 還是假愛國 香港的外國團體也是的 民建聯、工聯會 你們又捐了多少 香港的立法會議員 你們吃共產黨的糧 為甚麼不捐了 第一時間問問他們 你們有沒有想著 香港立法會帶隊去做熱務捐 甚至乎去栽域震災 這件事是這麼大的事 你們不去做 不行 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看著你們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現在沒有辦法 只有一部曲可以做就是Patreon 當然你留言 增加互動 分享也是可以的 不過現在 主頻道和後備頻道都沒有廣告 我們也沒有 所以我們兩個頻道一起播了 希望大家可以 繼續支持我們 多謝 拜拜 拜拜 我們繼續支持我們 我們繼續支持我們